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就有所不知了 牙韌发炎红肿和刷牙时流血 其实可能是牙周病的症状 根据一项口康健康调查发现 香港有三成的成年人就像你这样想 以为是热气 搞得有牙周病自己都不知道 我在刷牙的时候真的有牙肉出血 我以为是我最近年大胜了 用太大力刷加上热气才会这样 我最后只是这样小小力刷牙齿而已 我想你要搞清楚牙周病是怎样来 其实是在牙齿表面的牙菌膜作怪 当你没有好好清洁你的口康 牙菌膜就会长时间积聚在你的牙韩边缘位置 牙菌膜里面的细菌会分泌毒素出来 刺激你牙齿周围的组织 包括牙韩、牙周膜和牙躁骨 这些组织持续受到破坏 最后就变成牙周病 听起来很大件事 那你还是快点找牙科医生检查一下 他会按你的口康健康状况 给你一些对的建议 还有啊 早晚刷牙的时候 记得刷掉那只牙齿和牙韩边缘的位置 并且用牙线或者牙缝刷 清洁牙齿就齐了 哇 原来你刷干净牙是这么考功夫的 我还以为很简单 真的要时间慢慢再研究一下 唉 不如陪我下去吃一支烟 边吃边聊 你想你的口康状况好些就不要吃烟了 不如你订个牙科的订阅吧 我陪你去看牙更好了 走吧